哈喽大家好我是豆米 今天推荐的电影是目的邂逅 该片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老规矩 有不适应的小伙伴可以观摩迟早要玩 故事讲的是有个猎奇小组在拍摄一档叫目的邂逅的灵异节目 节目不温不火做到了第五期和我这个做到250期的电影解说一个得现 所以节目组就打算来点刺激了 于是他们找到了当地一家废弃的精神病院 传说里面经常闹鬼 首先他们找到了物业了解一下情况 传说当年的院长用患者进行了大量脑部手术进行研究 可以说是非常的深人 在开门大爷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大楼门口赫然写道 死神在等着你 而且进到楼里后还听大爷讲起 每天门窗都是关得好好的 但一到早上就有扇窗户会自己打开 不仅如此当年还有人割腕死在了浴缸里 说起这个精神病院那是相当的可怕 所以节目组就找了个通灵大师 接着大师在镜头下就掩饰了非常了得的功力 分分钟就通灵夺知了有人死在了浴缸里 这你嘛原来是为了节目效果专门找的假大师 不过为了让节目效果更加逼真 这群小伙伴在大楼的各个角落装上了监控 而且还要繁琐在这里过夜 直到第二天大爷爷来给他们开门 刚开始主持人复根带着小伙伴在大楼里摆弄各种仪器 试图和这里的恶灵交流 不过倒层的大半天也没个发现 当然大伙都知道这里什么鬼都没有 这趟到半夜大伙就开始中场休息 不过瞎转的摄影师阿呆那里却出现了诡异的情况 当他放下摄影机的时候 镜头意外捕捉到了轮椅的移动 当然阿呆并没有察觉到 接着一道门突然关上 差点没把阿呆吓出屎人 他赶紧叫醒大家来围观这道门 而复根也借机做起了节目 突然大师强行装逼想加个戏 大师你能不能钻一点 祖诚能带渲染气氛你整个便秘的表情合适吗 大师也有点小尴尬 不过就在这时门后突然鬼闪了一下发出了响动 上前查看一张推床的轮子在一直转 眼前的情景让大家都有点发毛 但节目的效果肯定是杆杆的 于是大爷妹借助遗弃逝者和恶灵交流 突然有什么东西撩了大爷妹的头发 顿时在场的小伙伴就吓尿了 尤其是大爷妹吓得直接想回家找爸爸 刚才看到的让大家都非常震惊 而复根觉得这简直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他接着录制节目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他让大师撞个B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但是一脸懵逼还没换过神 然而接下来他们并没有发现更多的灵异现象 反而在大楼里兜了老弯天给迷路了 爸爸是遇到鬼打墙了哟 这时复根向负责监控的老马寻求帮助 但老马一直没有吭声 好在转了转他们又回到了门口 尽管的小伙伴也一致决定一马收工走人 但监控设备还在楼里 所以老马就壮着胆子去楼上收 让他没想到的是之前关着的窗户竟然打开了 接着诡异的响动又吸引了他的注意 楼下的人等了老半天也不见老马回来 复根便说要不大家一起去找找 但就在找的过程中又出了幺蛾子 阿呆不小心从楼梯跌了下来 惊恐的他说是有人从背后推了他一下 这下大伙都不淡定了 吓得干颤的阿呆也是砸起了大门 然而当两人合力将门撞开后 更加诡异的事情也发生了 没想到门口居然不是出口 而是另一条走廊 一看门上的字迹确实是从这里进来的 但门呢 这下看来真是鬼打墙了 接连破了几道门都是这种情况 惶恐的阿呆更是见到窗户就用麒麟壁上去推 结果显而易见 这时复根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 那就是现在都早上八点了天 他们都还是黑的 看来他们已经陷入了异度空间 这时电话也没了信号 而吃的东西也突然长出了虫子 又饿又累的他们只好稍坐休息 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九点 舒适中的人们被吓倒的照明灯吓醒 这下好了光也没了 他们仅能用手上的照明另寻出路 接着他们摸到了楼顶 没想到出口也是被堵死的 没办法一群人只好折返回大楼里 紧接着诡异的事情不断发生 中途休息 大爷妹醒来后就后背发凉 风根撩起来一看我的妈呀都啥年代了还流行写书 妹子背上直接嗑字了 这个时候对讲机里隐隐约约又传来了老马的声音 于是大家又壮着胆子找 不料突然一个人影闪了过去 我以为是老马的一群人追了上去 不过走近一看并不是老马 接着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站在墙角的人瞬间回眸就甩了个表情包 顿时在场的人下的生活不能自理四散而逃 而我们的大蛇则不小心和大伙走散 紧接着在漆黑的楼道里 他遭到了恶魔的袭击当场去世 躲起来的傅恳他们实在是太累了 接着又昏睡了一觉 然而醒来后他们的手上都戴上了并标 接着一番惊恐的游走 他们终于找到了老马 但此时的老马已经神志不清被吓成了疯子 走投屋多的一群人只好躲到了屋子里 不料从墙壁里瞬间伸出了无数的闲锥手准备抓他们 好不容易脱险 接着疯子老马又盯着浴缸墙 诡异的浴缸突然装满了鲜血 阿呆正准备去拉老马 瞬间里面窜出来一个人将阿呆拉进了浴缸 而后推到浴缸 阿呆竟然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随后傅根终于找到了一条出路 在他撬开电梯锦的时候 恶魔也围堵了过来 紧接着双方就撕了起来 然而坐舌的疯子老马已是生无可恋 一个扑通就栽进了电梯锦 幸运的是恶魔突然消失了 而傅根带着大眼妹赶紧从电梯锦逃 然而就算他们怎么逃也逃不出恶魔的魔爪 最道理两人又开始了鬼打墙 始终走不到头 累得不行的两人再次睡了过去 大眼妹也在迷雾中消失 再也忍受不了的傅根几近崩溃 但他并没有屈从 所以更是和助流老鼠交上了朋友 不知道过了多久隧道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门 推开门后屋子里摆满了人体试验的照片 而后傅根还发现了一些关于祭祀的东西 回头一看没想到院长正在搞手术 故事的最后傅根也没能从这顿楼里逃出去 而伴随着他的是无尽的深渊 一部非常不错 而且高能的恐怖片推荐给大家 如果有一天你也被困在了这样的大楼里 话说你打算怎么逃呢 欢迎小伙伴点赞留言评论分享 我是豆米 几分钟带你看电影 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关注订阅我即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